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否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 打卡收看 好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节目三位来宾 首先 丹家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黄洁生教授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 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 庄伯仲老师 大家好 还有前海军舰长 吕理师见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就是 马上就要投票的美国总统大选了 现在剩下不到三个礼拜 最后的是二十多天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诡诀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 Fox News 也就是福斯新闻网 他们想要邀请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 也就是贺锦丽跟川普 在十月底 就在这个月底要进行第二场辩论 但是川普的回应是充满玄机 听听他说什么 他说选举已经进入尾声了 他已经在民调中占上风 所以他不会跟贺锦丽进行第二场辩论 现在不打算或者是不喜欢这第二场辩论 因为当然外界也有认为说 川普一向是认为主流媒体 跟他比较格格不入 是有偏袒导向贺锦丽 当然这家大家都知道 但是说自己因为是民调领先 就不辩论 到底有没有根据呢 我们特别整理给大家看 目前在美国大选 各州尤其是最后关键的摇摆州 这几个州现在的民意调查的支持度的数据 国会山庄报还有爱莫生学院在10号 他们先发布一个民调数据显示 贺锦丽跟川普在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 现在是呈现胶着 彼此拉得很紧 川普在乔治亚州 北卡还有宾州分别是以49% 对上48% 这个领先贺锦丽一个百分点 那么在亚利桑那州呢 川普则是49对上贺锦丽的47 但这些民调误差都在政府三个百分点以内 而两个人呢 分别在这个密西根州跟威斯康星州的支持度呢 都是49对上49 贺锦丽在内华达是48 以一个百分点领先川普 钟老师是民调专家 那这几天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提到了之前希拉蕊对上川普的那一年 2016年那时候呢 川普这个民调是落后给希拉蕊更多 但是最后我们看到结果是川普当选了美国总统 那所以很多人很好奇是 今年的这个剧本会不会重演 您怎么看 民调作为一本社会科学 自从二次大战以后 经过数十年的演化 已经进步很多 不过第一点我们还要了解 它只是一个预测 就跟气象预测一样的一个报告 如果民调真的准的话 以后我们就把总统代言取消 就直接在比民调就好了嘛 所以民调基本上只能做一个区间预测 所以先天局限它是由小规模的样本来回推大规模的母体 那刚刚这个主持人有提到抽烟误差3%嘛 这个怎么解释呢 也就是说假设有个候选的民调是35%的支持度 那正负3%的一个窗户差就是说35加减3 介于38到32 那通常会加一句话叫95%的信心区间 也就是说做100次 有95次会落在30%到32% 就是35正负3的区间 那因为民调是一个区间预测嘛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可能性存在 所以即便进展到这个年代呢 也不能把话说死 第二个要值得关注的就是说 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跟多数国家不一样 包括我们中华兵国在台湾 一般来讲都是票多人赢嘛 只他一票也是赢 可是美国有一个复杂的选举人团制度 怎么说呢 因为美国全国总共有538张选举人团票 那只要拿到270就可以宣告获胜 那选举人票怎么来呢 加州有55张 为什么加州有55张 因为加州它是兼顾联邦权 它是参议院的议员 所以它有两席 因为参议院有100席 50个州每个州都有两席 所以兼顾联邦权 每个州有两席参议院席位 那因为加州人口最多嘛 将近4000万 它有53席的众议院的席次 所以2加53就是55 那阿拉斯加州人口很少 它虽然也有两席的参议院席位 但是人口70万就是一席 所以是只有三席 那如果你在加州呢 险胜55票全归你 那如果大胜500万票也是全归你 所以民意跟选举人票无法发生等号 刚刚主任特别提到所谓摇摆州 所谓摇摆州就是说 不一定支持共和党 或支持民主党的 那我们一般称为Battleground 战斗州或是这个战区州 那目前呢 50州里面大概43州 大概信有所属 是不要偏民主党或共和党 只有7个州 包含主任刚刚提到的 威斯康星密西根州 宾州 还有这个内华达州 以及呢 乔治亚州 亚利沙拉州 还有北卡罗安亚州 那在这7个州呢 是最关键的 那但是根据民调 刚刚川普讲说他民调赢嘛 他也没有说谎啦 因为民调很多家嘛 有媒体做的 也有专业民调组织做的 所以他讲的是他赢 也不能讲哪一家 但是如果综合来看 在这7个州 都还是五五波 就算贺锦丽 或川普有领先 都是只有少数 一两趴的这个区间而已 都还在抽样误差里面 那当然美国总统被认为 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 这次也有可能是女人啦 那原本是个延长赛 就拜登对决川普 再来一次 不过7月时候 拜登被换掉了 现在再过 这个 算是一个多月 不到一个多月 半个多月 就是11月5号 那个礼拜二嘛 现在下礼拜二 就要选出这个人选的 当然啦 因为选举就都用赛嘛 或读狗一样 竞争激烈 才好看 才好玩嘛 如果说一遍早的话 毫无乐趣 所以说外行 看热闹那行看不到 对于这样的结果 我们还是有很多想象 会比电视跟电影更精彩 不过今年确实是双方拉锯的非常紧 现在是非常的死咬着对方 你可以看到是几乎就是在三个误差点之内 那当然呢 刚刚也提到说八年前2016年的时候 当时全国总投票率 希拉蕊是赢过川普的 但没有想到呢 最后呢 选举人票 川普拿的比较多 所以呢 他就变成了美国的总统 所以今年到底会不会重演 这个也是现在哈里斯 也就是贺锦丽 他要全力预防的 但现在就回到一个问题了 美国的选民到底关心什么呢 是外在事务呢 还是最关心自己的升级 根据路透跟一普索的民调显示出 他们找到了答案 他们认为美国选民 把优先列入投票意向的就是经济 这是首要议题 10月份的民调显示 46%的选民认为 川普比较能够妥善处理经济问题 像是最近才公布的最新的 就9月的CPI 这个物价指数 那么年增是2.4% 虽然略高于市场预期 但是呢 还算稳住 那38%的选民 则是支持贺锦丽 不过最近当然 这个美国的对外关系 让贺锦丽 以至于说是 整个民主党政府 非常的头大 因为联合国驻 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哨塔 在10号遭到 以色列军队坦克的袭击 造成了两名维和部队人员坠落受伤 另外也传出其他的据点 也被以色列的军队给开火 现在包括车辆通讯系统 监视摄影系统呢 都出现了损坏 而对此呢 贺锦丽已经公开表示了 他说必须达成停火协议 这两天也看到了 拜登总统和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9号进行了 时隔将近50天以来的 首次对话 就是通话 讨论的是什么呢 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行动 而且现在看到就是 以色列现在对于联合国的 维和部队攻击 这件事情真的是可大可小 那黄老师您觉得 因为现在对拜登来说 他一向自诩是外交老手 不过现在面对纳坦雅胡 似乎是束手无策的感觉 怎么办 拜登确实是美国历任总统当中 这个等于是处理涉足外交事务 从参议员开始 超过40年的一个人物 所以大家都认为 他是外交老手 他对于世界各国的很多情势 他很清楚 那么可是现在这个局走到今天 我们会在这个节目中间 谈到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一点情何以堪 老实讲拜登担任副总统的时候 就一直在处理伊朗和协议的问题 可是他担任四年的总统 他并没有继续 除了气候变迁的部分 他有点修正川普的路线 但是在伊朗和协议的部分 他等于是没有去碰 那你现在碰到这个问题 以色列你不会想到 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把他倒推回去 又到黎巴嫩又到伊朗 那么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Bob Woodward最近又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War战争 那里面就有描述 这个拜登跟以色列总理 Netanyahu之间的这个对话 那你看到其实你也会很惊讶 就是以色列总理几乎不理他 就是说他怎么劝 甚至他叫他的小名 叫他BB 说你不要乱搞 可是Netanyahu在电话里没有答应他 挂了电话以后 本来要干的事情还是干 那么我把这一种当时 就把我这个书里面所描述的拜登关系 而且那个电话是很久没有通话了 那现在今天我们 终于又通上话 但这个通话有没有效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我先问您您觉得有效吗 我觉得没有效 为什么 因为下面我要讲的就是 Netanyahu趁着这次的机会 他要重塑中东地区的一个政治版图 那这个政治版图 就是让以色列获得更多的周边缓冲的区域 所以不管是约旦河西岸 加萨走廊 或者是黎巴嫩南部 就是以色列北边 它都要增加更多的缓冲 那么他又对真主党 哈斯巴拉 哈马斯的这些领袖 又击杀了好几位 那么后面等于就是剑指伊朗了 我觉得真正的根源是在于伊朗的核能力 就是它的浓缩又提升 提炼已经到90% 那么所有的专家都预估 在未来最多一年 伊朗就会有核弹 所以对以色列来讲 就是说我今天什么都不做 我等 等它拥有核弹以后 我们再应付拥有核子武器的伊朗 还是说我现在要做 另外还有一个小原因 就是美国在大选 所以以色列现在在中东 所有做的事情 都是美国总统大选的10月旌旗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纳特尼亚乎 就是甚至很多以色列现在的战斗内阁 想要听劝的是没有用的 老师我请教你 现在面对这个到11月5号以前的 我们讲说战略空窗期 那在这个空窗期里面 你虽然说拜登他不选了 可是他总得为他的民主党着想 想办法得让贺锦丽就是民主党继续执政 你觉得拜登还有什么招呢 以对以色列或对纳特尼亚乎的影响 拜登我觉得他有尽力 你可以看到朱斯 就是他的步骤他都有做 问题是以色列的决心 纳特尼亚乎他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去处理 我并不是站在巴勒斯坦的立场 或以色列犹太人立场 而是说今天作为以色列这个国家 他要不要等对方有核弹以后 再去应付更大更难处理的危机 还是说现在猫起来做 在那以色列的立场他一定不想等 比如说联合国的这些哨所 对不对 而且他攻击了老实讲 他不想杀联合国维和部队 他要打的是可以监视他行动的东西 关通系统然后把他破坏 这种东西我的直觉就是 他又下一步行动 再做准备 所以现在就是在安心说 中东的战火万一一处 就是说一发不可收拾的话 怎么办 华尔街日报也分析说 为了避免中东爆发全面战争 五角大厦在今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在中东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五角大厦曾经两次 不得不从太平洋地区 就是我们常常讲说的印太地区 调走一艘航母 导致亚洲地区连续好几个礼拜 都没有航母驻扎 那么另外五角大厦的统计是 过去一年美国在中东的战斗机数量 增加了将近一倍 增派了数百名的空勤人员 来支援新的F-15E攻击银 还有F-16A-10以及无人机的中队 另外还加强了他们在伊拉克 叙利亚跟沙特阿拉伯的防空力量 来保护美军不受到伊朗支持的代理人 像最近这个真主党也好 这个夜门青年运动的攻击 然后紧急将一些爱国者反导系统 重新部署到中央地区 现在看得出来是美国压重兵在中东 甚至把印太的军力都调过去 那对于伊朗的威责力量 刚刚特别黄老师讲到了 就是担心在核武成熟之前 得先把你压下来 那舰长您怎么看 对于伊朗的威责力量到底有多大 还有怎么评估现在美军 调到中东的整体战略 如果说我们来看 就是俄乌战争的时候 其实它开启的是一个 无人机的一个新形态的作战 然后其中有夹杂着 无论是狗尸或者是匕首 这种高超音速的飞弹 但是真正实际上投注在战场 而且有反击能力的 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战场 那当然美国现在的 美国多年以来的作战 它都是以航空母舰打击群为核心 那所以也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 我们看航空母舰的位置 其实也就很清楚地表露了 现在美国总统的心到底在哪里 那因为他们USNI的每一个例行的 这一个更改的时间 大概都礼拜三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时间是比较晚的 那之前我们看到的 也就是罗斯福号 其实在我们东亚这附近 也就在菲律宾海的部分 其实它也已经慢慢地跨越 这个国际幻影线 其实往美国本土前进 现在的亚洲这个部分 又变成一个空窗了 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讲到的两艘航空母舰 实际上现在只有一艘 也就是林肯号在这个位置 当然他们又派了这个杜文号 那也准备要进入地中海 来作为另外一支航空母舰的作为 不过这一个作为 其实就是真正 它没有办法对于伊朗进行压制 它真正进行的是对于以色列的防护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看其实在今年的4月14号 伊朗进行了大规模 也就是324枚的 无论是无人机巡弋飞弹或弹道飞弹的攻击之后 但是那一次的攻击 其实好像没有怎么成功 大部分超过96%通通被拦截下来 可是这个拦截下来 其实给了伊朗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讨论饱和攻击 饱和攻击不只是数量的饱和 那还包含了无论是方向的饱和 以及战斗系统我怎么样饱和你 因为在这三种不同的这种攻击武器 它在不断地变换它的攻击位置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般的战斗系统 它会不断地更替这个Priority的排序 那在这个排序过程当中 战斗系统就会被饱和 过程中也在找漏洞 对 那也就是说这一次找漏洞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的 也就是在10月1号的攻击中 这只是以色列的其中一个机场 因为大家比较重视这个 而且因为这个机场 其实可以从Google 它有卫星的照片 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一共被打了32个洞 那这32个洞实际上的各种状况 它其实是不一的 那我们目前大家研判说 只有一个机库被命中 其实不止一个机库被命中 有很多个机库被命中 只是它里面放的是不是F35i 不确定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Por的机动 那么机库它是更糟糕的 因为它里面可能放的是 它们的预警机 那我们这样讲 美国不断地派航空母舰 到世界各地区 像这次杜鲁门号 又前往这个地中海 但是其实有个很大的问题 那个它的人员以及装备 都是问题 这个是我们看到 美联社的一篇报导 现在美国海军 对于它上面的这些士官兵 以前要求的是要有高中文凭 现在不用高中文凭 也就是基本上来讲 你高中一夜也可以来 为什么是这样的状况 因为没有人要去 所以你点出了一下兵力素质的问题 对 那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海军 一直都称之为是一个科技的军种 那而且海军大家看到 好像在海上执行任务 可是我们做那个 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有非常多的准则叫犯 要遵守的 那这一些 如果它在高中学业没有完成 是不是能够应付这种高强度的作战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 现在大家在谈的就是 伊朗它是不是法塔赫飞弹 它真正使用 其实在上次4月14号的时候 它用过一次 这一次它更大规模的使用 我们看到这一型飞弹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它摆的是一个模型 这是一张照片 这是1号 这是2号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1号 实际上来讲 这一次在战场上找到的残骸 其实跟它在展示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也就是法塔赫它实际上有运用在战场上面 而且它是不是达到所谓的高超音速的部分 其实我们从它前面的这种构型 其实它已经满足了所谓的双锥体可控制翼 这种都是高超音速的一个样态 另外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2号 2号的部分 它更像我们现在讲到的所谓承波体 那这一种飞弹 其实它真正的问题 也就是它没有办法做预警 那这个也就是说 美国即使派了爱国者 或者是派了各型的部队去 其实它只是巩固 它在中东的部队而已 它对于以色列的资源 其实是有限的 但是其实在去年10月7号 爆发这个洪水行动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已经送了非常多的爱国者 以及萨德系统 就已经到达了这个以色列了 那这一次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大家都认为 他们的防空只有一层 就是铁穹 事实上不是 他们以色列的防空是非常缜密的 也就是在300公里以下 除了铁穹之外 还有大胃头师 再高一点 也就是300公里到1000公里 它还有箭射二师 它还有箭射三师 可是这一次 为什么都没有发挥效用 我们可以做的研判 也就是可能 就是遭到高超音速飞弹的攻击 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美国在地中海的驱逐舰 它说它曾经发射了标准三型 跟标准六型 起飞拦截 那它为什么要拦截 它为什么在那边负责以色列的防务 其实除了负责以色列之外 它有另外一个功用 也就是这一次有真正作战用的 这种高超音速飞弹 我来拦截看看 我来征收看看 然后增加的这一些经验 以及素质 然后我加强我的准则叫犯 所以其实我们这样讲 美军当然它可以巩固它自己在中东的基地 可是对于以色列来讲 可能有一点点后继无力 或者是边场莫及 所以在这次的整个攻防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应验了一句俗话说 这个百密总有一书 那当然现在看到美国押重兵 我特别看到一个重点是 押重兵并不代表出重兵 它不派的 它现在当然就是符合 但最后符合美国出兵的原因 一定是前提就是美国遭受到了攻击 美国的军队 或者说它的整个装备遭受到的攻击 确实的被攻击 在中东局势非常的诡谀的同时 也看到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俄罗斯的国家媒体引述了 俄罗斯副外长雷亚布可夫的说法 报道说五个拥有核武的国家 将在未来两周内 在美国纽约要举行会议 路透指出雷亚布可夫 并没有公布这五个国家 开会的具体日期 也没有透露说 到底会有什么层级的官员 来出席会议 而这五个国家 在画面上我们点出的就是 俄罗斯 美国 中国大陆 还有把国跟英国 同时这五个国家 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 五个常任理事国 也是大家所俗称的这个五常 那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 当然立刻受到了 全球媒体的关注 现在五个核武国家要开会 当然日年联想是 这个核武的警戒升级了吗 黄老师怎么看 当然这个 因为俄乌战争开打以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 确实有要求 他的核武库要提升战备 对 那么也威胁 曾经威胁过 就是有关于战术核武的 使用的时机 那么使得这个话题 在过去两年多来 又变成 重新拿到台面上来讲 另外一个跟核武有关的 受到举世瞩目 在过去两三年来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种 这个核武库 也就是它的弹头 数量增加的速度 超过了其他国家 心里面可以接受的 这个速度 那么这个加重再起来 我们站在世界公民的立场 当然希望所有永和国家 能够都有县武 或者是裁剪核武的 一些机制 那么过去只有美国跟前苏联 那么中国大陆 从来不在这个机制里面 所以当我们看到 就是核武国家 要开会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期待 可是依照目前所获得的消息 我们来看 副外长宣布 俄罗斯宣布 然后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 让我们感受到 是超高决策层级的人 去针对核武的使用 不管是技术面 还是政治决策面的讨论 我觉得在某一种情况之下 我所期待的可能 是外交工作人员 去讨论军事问题 或者是防务问题 所以您觉得这一次 参与的层级不会太高 我个人觉得不会太高 而且不会做出什么结论 我觉得这次会议 就我自己 我们就讲 叫educated guess 因为资讯不够 我们就是依照过去的经验 做的判断的话 应该是互相警告 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规范 你不动我不动 在什么情况之下 不要乱来 我觉得最多到此 至于说 其他的准则 或者是迈向协议的 那个远得很 不是这个层级 在纽约开个会 就可以决定了 因为它需要 很长的绵密的准备 以及对对方的情报 要充分掌握情况之下才能谈的 很多国家不会愿意谈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是谈话会 我觉得是谈话会 就是见个面 然后彼此有个默契 凝聚一些共识 但外界最近在联想 就是说会不会跟最近 就是9月那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扩大使用核武的规则 还有包括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就是最近看到了 北约的新任秘书长吕特 他感觉上好像是要开绿灯了 但是这番话也真的是有玄机 这个吕特他宣布说 北约会从10月14号开始 要进行一个代号叫做 坚定政务的年度核武军演 这次将会有13个国家 还有包括F-35战斗机 还有B-52战略轰炸机 在内总共有60架的军机要参演 吕特也表示说 在不确定的世界里 测试我们的防御能力 并加强我们的防御至关重要 这样的话 我们的对手就知道 北约已经准备好了 并且能够应对任何威胁 但北约的官员也强调说 这个演习并不是针对莫斯科 表示说这只是例行的年度核武军演 其实听起来真的有点像废话 因为这个虽然没讲对手是谁 不过大家都知道 就是俄罗斯最主要的 好 那么现在看到 他们推出就是攻击加上轰炸 建长我想请教您 您觉得您看到是想展现的是什么样的打击能力呢 其实当然他们讲的是不针对第三方 然后是例行性的演习 不过我们这样讲 他宣布的时间 如果是这样看来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因为时间已经是晚了 因为他宣布的时间是10月11号 那我们来看 这个俄罗斯总统普廷 他在9月13号的时候 他单独接受俄罗斯的媒体 国家电视台访问的时候 他就直接这样子讲了 也就是如果这一些西方的精准长城的武器 然后直接打击到俄罗斯的话 那其实他说这就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访问的内容 我们对比了说 他的这一个 因为我画了一个时间轴 就是到底这段时间 俄罗斯跟这一些欧美国家 他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是9月13号 这时候他发表了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9月13号其实同时 也就是我们讲到说英国的首相 他跟美国总统拜登 在讨论是不是可以允许 乌克兰在他的长城武器 就是他现在所有的海马斯 或者是他能不能获得更多长城打击武器 然后直接打到俄罗斯的内部 大家那时候讲得沸沸扬扬 可是普丁用了各种的方法进行合规则 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 也就是说 其实在俄罗斯附近 挪威他侦测到了 射137的这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其实不存在于大自然里面 它一定是经过核爆之后才会出现 但其实后来发现是在之前 也就是俄罗斯他的一个洲际弹道飞弹 那其实试射失败 那试射失败如果他带着核弹头的话 他就变成脏弹了 他虽然没有到达临界 可是他就有核物质释放出来 然后我们在对照的 这个就是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9月25号他就宣布扩大核物使用时机 然后在这个当他这一连串的动作 也其实不管是核威者也好 核炸也好 但是直接到9月26号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的泽伦斯基他到达白宫的时候 白宫就说我给你AGM-154联合防区外武器 意思是什么 你的因为这个防区外武器 大家说他可以打130公里 但是他要飞到4万英尺的高空 他才能打那么远 他如果在低空他只能打22公里 那所以这样讲 也就是直接告诉泽伦斯基你指养吧 我们不可能让你的这些武器 打到那个俄罗斯的领土 不然就要爆发核战 那其实刚刚黄老师讲到一个重点 也就是到底伊朗他有没有核武 那他有没有核武 结果还发生一件事情 10月5号他的境内发生两次地震 这两次地震其实是那个我们 这个是我们讲到的非扩散的这个组织 他所策的他研判 他研判说这个应该不是 因为他的深度高达那个 深达10公里 跟一般我们看到的说在 那个地下核爆 应该是不太相同的 不过大家都有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刚刚黄老师讲到的 今年4月5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联合国的 这个原子能总署 他就说这个伊朗他要能做出核弹 其实是以周计不是以月计 也就是在6月以前应该早就已经完成了 如果他能够做的话 因为他的那个浓缩釉的浓度已经到达 然后而且可能做的不止一颗 那再加上我们前一段时间讲到 那个法塔赫的这一个超高速的 这个超高音速的弹道飞弹 他如果搭配的这个核武器的话 其实非常可怕 而且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在去年11月到12月的 这个 Foreign Affairs的这篇论文里面 他就讲到说 其实现在不断的在核升级 而且他讲说真正可怕的 不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武昌国家 是弱小国家 他其实拥有这些核武才是最可怕的 就是永和自重 这个核升级甚至包括万一 如果真的动用核武 绝对不是世界的好事 绝对就会导向世界末日 所以让我想到最近 这个最新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不是才颁给了日本一个NGO组织吗 就是他们是长期以来是反核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搬这样一个和平奖 是格外有意义 好 那么刚刚讲到了吕特 其实吕特这两天在访问英国期间 他就说了 他说就法律层面而言 乌克兰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就是就法律是可以的 但是是否允许乌方使用西方军援武器 这么做必须要交由各别国家来决定 周老师这句话大家都觉得说 法律上可以的 但是要不要使用 请自己决定 这在讲什么 大概可以用武侠小说里面常用的巴格 是在形容乌克兰总统这件事 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因为俄乌战争本质上不脱 代理人战争的一个格局 所以代理人就是说 这个战场上是乌克兰 幕后是美国跟欧盟 美欧透过军事跟经济援助 包含提供武器 军事顾问 雇佣兵 还有加大经济援助的力道 甚至对俄罗斯展开各方各面的制裁 来巩固乌克兰 由乌克兰来遂行战斗 既然如此 就有一个很传承的比喻 俄乌战争就像一个赌局 一个牌局一样 列强都是牌桌上的玩家 包含俄罗斯 乌克兰 美国 欧盟 中国等等 但是资源斯基 当然他现在是总统 但事实上有人认为他是伪政权 因为他任期到今年5月就结束 只不过自动延任 统治的正当性受到质疑 资源斯基在这牌局上 他没有办法叫牌 跟牌的话 也要看上加美国跟下加欧盟的脸色 所以尽管好像是西厅尊便 事实上他受到很多的限制 比如说先前有各国提出和平协议 包含中国的和平协议 细看内容对乌克兰有利 可是资源斯基 他也没有答应的权利 因为还要看欧盟跟美国的脸色 那在日前 美国有一个国师级的 这个Mils Hammer 就是John Mils Hammer 他是芝加哥大学教授 接受到中国媒体的采访 因为他的论点非常精辟 欧美媒体帮我们台湾媒体也都转载 他提出了五点 第一点 后战争已经错过了最佳解决时机 如果在一开战的时候 欧美列强能够提出乌克兰中立化 而且承诺乌克兰不结合北约 就马上结束了 因为俄罗斯有台阶下 第二点 演变到现在只能死磕到底 因为错过了时机 那死磕到底会怎么样呢 就是说这个会变成一个冻结战争的一个残存政权 所谓残存政权就是说 乌克兰只能统治谨慎的领土 而且是有限制的统治 那所谓的冻结战争就跟南北韩一样 整个战场都已经冻结了 那当然他也提到说 这个未来 俄罗斯会想办法去挑拨欧盟各国 那欧盟各国也想办法在二战区生事 但最后就是说赢家不是美国 因为他是书家 他意外地促使原本是普通朋友 俄罗斯跟中国变成了好朋友 所以你说到领土 最近就看到在画面右下方 普丁就说 只有当乌克兰同意割让大片国土 并且放弃加入北约之后 和谈才有可能展开 这个和谈是什么呢 就是年底 根据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的说法是 年底第二次有关乌克兰的和平峰会 当然很多人都希望 俄罗斯也能够出席这场峰会 毕竟俄罗斯是交战双方的其中一方 我刚才细听北约的律书长 吕特这番话 感觉好像是挖了一个坑 就看谁要跳进这个坑里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刚才会说 我刚才会说 你让我看谁要跳进这个坑里 我刚才会跳进这个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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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会跳进去